大家好,我是Jasmine,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全国文物保护信托基金会将旧金山的救助壁厂 列入了全国11个损害最为严重的历史古迹之一 同时也成为了今年度瀕临毁坏或无法弥补其损害风险的文化遗产 而这件救助壁厂的过去历史可追溯至1874年 当时这栋建筑其实是国家的历史地标 并且为旧金山市政府所有 但是自从改建为旧金山历史博物馆的计划告吹之后 这里就变成了空污 而虽然救助壁厂的地段是位于被科技业热捧出来的地产荣景中心 但是它没落的身影与周遭成为了强烈的对比 而信托基金会的总裁Stephanie Mix表示说 这地标级的建筑孤零零的被遗忘在市中心 数十年来无论对它的建筑维护需求 与文化重要性的漠视 都是导致它濒临风险越来越大的原因 而Mix甚至还表示说 列入濒临毁坏的名单则是给市府的一记警告 希望未来能够将救助壁厂尽快地转为文化社区中心 并利用区域开发案所缴纳的费用来维护 好让这样的历史遗址能够继续的流传下去 下一则新闻带大家看到的就是美国最高法院裁定 根据美国宪法同性恋者有权结婚 而罗巴马总统则表示 最高法院的这项裁决会使得同性婚姻在全美具有合法性 是迈向平等的一大步 而相信这项重要的判决会再度协入美国的历史 毕竟同志族群在这半世纪以来一直尽力的争取婚姻的平权 而最后终于达正 而美国最高法院在2013年的6月判定 婚姻为一男一女组合的法律违宪 而同性婚姻正式的合法化 不过州政府还是有决定权限 而至于2015年美国仍然有14周的这个法令 去限制同性婚姻 而最高法院26日的时候决定 正式确认同性婚姻是适用于全美各地 而让这项法案过关的最大关键就是大法官甘乃迪 因为他在最后投下了关键的一票 而在判词当中也写到 婚姻是国家社会秩序的基石 而根据这项原则 异性与同性伴侣是没有分别的 美国最高法院再度确认同性婚姻 结果并不令人意外 而同志伴侣未来在全美的50周 除了婚姻之外 将会全面受到宪法的保障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 我是Jasmine 谢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